先制作刮绳,刮绳取出来,取一个扣夹,扣夹右小圈圈的散下,然后用钳子把扣夹夹进。 取一颗竹子,一颗酒蒸,酒蒸有一点点弯也没关系的,酒蒸稍微向下掰一点点,然后剪掉一部分,剪掉大概一里面最。 留大概一厘米左右,然后弯曲,取一个开口圈,取一个小的开口圈,打开开口圈,把粥子和挂绳穿在一起。 然后闭合开口圈,打开一个大的开口圈。 在竖球的腰带上穿过,在手指球的腰带上穿过,从这个点圈到这边这个点,挂住腰带。 把桌子下面的这个环,传到开口圈上,然后闭合开口圈。 把开口圈的地方占到腰带里面,藏起来,这样挂笋就做好了。 然后,把流速弄一下,用剪刀,从打结的上面留一点点剪钻,这样子。 用打火机,把这个剪掉的线头收一下。 取一个小的开口圈,打开开口圈,从这个打结的下面穿过。 取出载,取一颗纠正。 留意里面所有的长,点断。 先把纠正向,相反的方向扳一下。 然后换去纠正。 打开这个大的开口圈。 从挂,挂绳的相对的这边穿过。 把珠子穿上去。 一盒开口圈。 把开口圈接头的这边,转到腰带里面藏起来。 然后,流速上的开口圈和珠子串联在一起,闭合开口圈。 拉开口圈。 拉开口圈,开口的地方,转到结的下面藏起来。 这样。 这样就安装好了。 安装。 安装钥匙扣配件。 取一个开口圈。 取一个小的开口圈。 打开开口圈。 用钳子把开口圈打开。 然后串到流速上。 串到流速上。 闭合开口圈。 再取一个小的开口圈。 再取一个小的开口圈。 打开开口圈。 穿到流速上的开口圈上。 再把钥匙圈也穿上。 闭合开口圈。 取一个小的开口圈。 打开。 穿上铃铛。 再穿到。 挂在钥匙圈。 再穿到钥匙圈上挂的这个开口圈里面。 闭合开口圈。 闭合开口圈。 取一颗珠子和一个纠针。 纠针圈过的珠子。 纠针有一点点弯没关系。 把它开直就可以了。 剪掉一部分纠针。 大概留一厘米左右就可以了。 纠针向下扒一下。 然后弯曲。 夹住纠针的一头弯曲。 弯曲成一个小环。 这样子。 取一个大的开口圈。 打开。 穿过手机球上的腰带。 从腰带的这个点穿到这边这个点。 穿过。 穿过。 一定要挂住腰带。 要把腰带整个挂住才挂得比较稳。 这样。 把珠子。 珠子上面的。 珠子那一边的。 珠子上的小环。 穿过开口圈。 闭合开口圈。 把开口圈开口的这边。 转动一下。 藏到腰带里面。 打开。 打开最后这个小的开口圈。 穿过珠子上的小环。 再穿过钥匙环。 再把钥匙。 再把钥匙环也穿过。 然后闭合开口圈。 这样钥匙圈就安装好了。